王总 干嘛 王总,你来了 我不方便是吧 你男朋友是吧 没事,没事,这我起男友 你干嘛去啊 人拿过去 你自己可以过去的 料子不要拿过去 哎,过去干嘛呀 怎么了 你干嘛 不是不是 我问咋回事 你行不行 咋回事 啥啥啥 你先把料子给他 我问咋回事 咋回事 拿干嘛呀 我过来拿个料子 怎么了 你的东西啊 差不多 怎么了 差不多 是怎么回事 你别啥跟我 又没有过一些 你啥意思啊 你好好说话 这个东西 我们两个一人有一半的 不是 我之前听小柱好像提起过你 你俩不已经分手了吗 分手了 那我之前给他买那么多东西呢 这个你今天还算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不能算 我以前给你花那么多钱 你还要给我拿过来呢 我现在虽然说只是落魄了一点 我刚才拿点料子怎么了 我主要拿过去了 不是 不是,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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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 不是,你别说 你是不是男人 不是,你是不是男人 我肯定是男人 是你放开 不是,你要是男人的话你放开 这是不是你俩曾经在一起 有过一段美好的感情 对啊 是不是结束了 结束了还回来干这种 吃回头草的事情 你是男人吗 来小柱你把料拿回去 来 来哥们 我跟你俩上这儿干嘛 我上这儿聊一下 来 不是 你这儿 你这太人过来 干嘛啊 我败 王总 这种人就是 他太太过来骚扰你 你就给我打电话 就完了 知道了,知道 今天是没办法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来哥哥 那你坐一下 这手,这手勒 我靠 伤到了吧 今天很不好意思 哎呦 来王总坐一下 你也是辛苦了王总 没事 哎呀,跑了 跑了 不要搞他了 哎呀,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妈,咱们不说这个 我跟你说啊 就是欺负小女孩 自己一路人在这块 说真的啊 不容易,知道吧 如果说是那个 他的父母都在这块 他不可能 对,对 我爸爸妈妈不在这里 所以才欺负我呢 每次都拿过来拿我的料理 然后都走掉了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见了 然后没了 又过来找我要 都已经分手了 还听着去干嘛了 从以前买的东西 这个那个的 说一说嘛 也就跟你说了嘛 这个人其实不是人嘛 跟你说过了 来王总 哎,不跟你说 这个料子我都 你也辛苦了 这个 你也帮了我一大忙 还好你来了 没事,没事,没事 不然的话这个料子都他拿走了 这啥料啊 好东西来啊 这个是 给你看嘛 我也是看看你这些 有没有料子自己 有了,有了 小新品 对,不会卡 打吧卡 我看一下 木纳的 哦,会卡的啊 对 皮壳也没看到什么粒 总水也行 总水料啊 这种辣皮壳 看得非常熟 做的是完全可以 这大马卡的啊 对 也有这种黄味啊 总一般 这块料子 它方贵应该可以做大师吧 这也是一块大马卡 哇,这个皮壳看得老啊 对,这个老皮壳的 很老很老的 雪石的料 切不死是阿马卡啊 但是这个粒看得皮壳上的粒很多啊 都是皮壳粒 还有这个断口的位置啊 大面积开窗 料可以 嗯,这个也是大马卡 这是大马卡的山石啊 大马卡的山石 没有水石那种油性 没有水石那种特色啊 但是呢,这个料子也还行 这块料子有一点味道啊 有一点花色啊 糖水也够了 这个起货都很高的啊 这一块应该是木纳的 嗯 断口这个位置没看到表现啊 想玩的话还得继续去锅 继续去弄 这几块料子准备 我一起帮你弄买了 准备多少钱了 一起帮我买了啊 对,一起一起 哎呀,玩走了 一起的的话 不多数了 五万块钱直接收掉 一起五万是吧 对 够意思啊 一起五万 对,不然你不来的话 这个料子都不在我收 菜老师,你看一下 打包价一起五万 咱也别跟老妹打磨磨叽叽的 嗯 我看看你的舌头啊 没事,看吧,看吧 哇,气人 这是寄账光的下面啊 我这是一个飘花的 准确说是糯冰飘花 肉挺细的这个 哇,这个档板杆也不错 冰花冰花 你这一堆的话 五万块钱是不是有点亏啊 哎呀,真的是 今天王总不来 料子说他那里了 亏也是亏了吧 没事的 只要是王总这个人好吗 没事 我这个 一马归一马 生意归生意 知道吧 但是我碰到这种事情了 就是说,与我素不相识的人 我都会去管一管 嗯 不是,你别亏太多 你真别亏太多 我不亏不亏 这个五万块 五万块你直接收了吧 王总 我也不想读书了 来 小菜,你去取钱 嗯 嗯 这个给妹子放个红包啊 这个两份料子就被放起来 你听我说 嗯 料子先放一遍了 如果说他再来 你就过来直接找我 好,可以 好吧 你不也有我电话吗 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嗯 好吧 可能这几天他不会来 因为他 他 肯定有料子的话他会来 不来 这个 有料子的话他不会来 王哥在瑞丽这块 不说说去欺负别人 如果说别人欺负到我的头上来 来的话 你看 王哥怎么办 啊 好的 好 王总,现在这个 正好 这是五万 再 再多拿一个 来 王总,这个什么意思吗 六万 不是,不是,我说只是五万块 不不不不 王总,这个 不不不,你听我说 你这个料子 确实你没有跟我喊价 而且你都是感觉是在赔钱卖给我 料子什么价钱 王哥心里边有数 我每天都在收 啊 如果说你这样做的话 王哥有点趁人之味了 我心里过意不去 不是,王总 上一次你还给我个红包呢 现在你还给我 不不不不 我压力很大 你这个妹哥认定了 确实真的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不容易 你拿了就得了 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资源 你给王哥接受一点 好吧 好,可以可以 说实话 这两个 其实这两个我也能看那个五六万 这三块一万总够意思了吧 我多给你的 这个东西我也 你也不亏 我也不亏 就是正常的价格 如果说你跟我喊价的话 这个东西要十万八万的 我肯定会喊 你要不给我喊价的话 实打实的话 我这个人真的是 就是我把心也都掏给你 嗯 把料子收一下 钱你收好 没事儿妹儿 你上一次给我个红包 今天又给我红包 我真的拿这都 接受吗 王总你想一想 我这个 你东西确实值 你这收了吧 你东西 后面有料子 我会给你接受 你东西 你东西确实值这么多钱 我再在这做一个 这个钱我今天不能收 你东西值 东西值 东西值 你今天来不能的话 这个料子 已经不在我手里了 你就收了吧 东西值你人也好 对 我不走 我再在你这里再坐一下 我怕等一下他再回来 好吧 没事没事 我就在这等着他啊 2 hours later 罪友我在这待了两个多小时 那小妹妹来啊 我手机24小时开机 有事直接要老妹儿给我打电话 他就欺负人家 这个在中国 父母也不在这 这边也没有亲戚朋友 就是欺软怕硬的 跟我话是一个女孩 今天老妹儿给我这种价钱 当时两块料拿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边就一哥呢 肯定差不多 就两块料子就值五万块 咱淘洋啊 不占任何人便宜 这个料子确实也值这么多钱 咱们心不亏 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喜欢无价必须拿下 然后呢喜欢淘洋的 给淘洋留一个免费的关注 下一期视频咱不见不散 走 再见